好啦 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個 授課內容就是 就是到那個我們的網站上面就點開這個Lesson 1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內容了這樣子 那個如果你想要預習的話你就點那個Lesson 2,Lesson 3一直往下點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要先上第一課這樣子啦 那那個我先跟大家 就是我們這節課是衛生大數據嘛 那我會教大家就是 我會從零開始教啦 就教大家零基礎開始 就是學習 寫程式語言 大概前四節課 是學習這個 我看授課內容大剛跟你們講好了 大概前四節課 主要是一些語言的簡介跟資料處理 他們在 在前四節課的目標是 你大概會學20個以下的函數 就是你會學非常非常少函數 但是啊 你會發現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這樣子 好 所以說前面四節課是在訓練你們就是 學習寫程式語言能力這樣子 重點是想到 他可以做 你們等一下就會面臨一些練習題啊 然後 你們就會發現我在說什麼這樣子 就是 工具看起來很有限但是就是做得出來 好 那接下來第五節課到第七節課 這個重點是就是 因為你們都碩士班以上了嘛 對不對 你們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統計分析的工具 我們會很快速的在 教你們在R裡面怎麼去做那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然後接著 在第八節跟第九節課的話會畫一些簡單的圖 然後 畫完這些圖之後 這個大概上半學期 就是 就是一到九課就這個樣子 好但是那個 接著啊這個 我們這邊下面有兩個區塊 下半學期有兩個區塊 一個是 資料視覺化跟建立網頁AP 還有演算法及七節學習 那原則上我們這個課齁 每兩年會輪一次啦 因為我們去年已經教過了這個 進階 資料視覺化以及建立網頁APP 我們今年會教演算法及機器學習 下面這七節課這樣子 如果你對 上面有興趣的話就歡迎你明年再來 這樣子 不過明年就只要來後半節 啊那個 沒有學分這不是什麼重點嗎 對不對就是有學這樣比較重要 好 那這個 演算法的部分我會教大家 就是演算法的機器學習就是我會教大家 這個就是 主要統計方法是怎麼求解的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就是 比較常見的機器學習比較簡單的這樣子 那 等到你們這個學習學完之後 如果你們還有興趣繼續的話 我們在下學期會有這個 深度學習的課程 這個就 這個會稍微難一點這樣子 不過大家不要太害怕 就是我們就慢上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第一課 那我們教大數據 大概主要就是教那些東西 那為什麼要選擇R語言呢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只會R語言 好不好 那 不過還有一些 其他原因啊 就是 為什麼 就是主要說那為什麼我只會R語言 這樣子 那主要是因為就是R語言就是 就是R語言他其實就是 在我們 資料科學這個領域啊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強勢的語言 你可不可以選擇其他語言呢 當然可以 可是你可能會面臨到一件事啊 舉例來說 你要做個T-test 你也要自己寫公式這樣子 沒有人幫你寫好這樣子 但R語言因為 使用他的人大部分是做統計的 做資料科學的等等 所以說這個有一些函數就比較簡單 就是有人幫你寫好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安裝R語言的部分我們剛剛已經經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跳過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最開始最簡單的這個部分 一開始都很簡單喔 好不好 如果是用筆電的人 基本上 我在複製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複製貼上了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講義的結構 我們講義的結構你只要看到這個方框 就代表著裡面是程式碼 程式碼意思就是你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好 舉例來說現在我把這裡全部複製 並且到 R Studio 這是R Studio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 左邊輸入程式碼的地方 然後右邊的部分我們先不管他 現在右邊不重要 右邊之後會隨著課堂 慢慢的告訴你右邊的功能這樣子 好 那我 我這邊直接複製貼上 然後我按Enter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R語言是一個 反應式的這個語言 也就是說 你做了一個 你對他下了一個指令之後 他就會 回應你 他就會 對你做一些回應 就來說我問他說 123加489等於多少 他就會回答我612 145乘以 12等於多少 他會回答我 1740 然後注意一下 如果你前面有加緊號的話 代表這一行我不執行 所以說 我在加註解的時候 我會緊號形式去增加他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在這裡的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這裡有緊號這樣子 好那注意一下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把R語言當作是一個 標準的計算機 來做使用 你可以打上任何隨意的數字 比如說123乘以123 減12好了 他就會告訴你 111 那我想這個 標準的這個加減乘數啊 跨虎優先啊 這個大概都不用我講了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指數運算 指數運算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6上面那個 按shift6你就會打出來了 就來說3的三次方 應該等於27這樣子 好 接下來 下面的部分 就比較特別了 下面的部分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R語言裡面一個 最基礎的東西 前面這些東西都是一些計算 就是基本計算嘛 從這裡開始你會接觸到一個東西叫函數 我們現在在R語言裡面叫函數喔 R語言是一個 就是函數的 就是 以函數為軸心的這個語言 我們做什麼事都用函數來做 那這個函數 函數的 結構長得怎麼樣 我們現在一眼這樣看語法過去 我們什麼都不認識 我們怎麼知道函數在哪裡 函數一定是由 英文字母開頭 然後加上對英文跟數字 然後後面有個小括號 然後去把那個函數把它弄起來 函數的意思 所謂函數的意思就是你丟給他一個input 他就會經過一些運算 至於怎麼運算就看那個函數怎麼定義 然後他就會給你個output這樣子 好 舉例來說像 EXP 2 這個2就是 我要給函數的input 在小括號裡面的東西就是我給函數的input EXP呢是Exponential 就我們取這個 那個 油拉數的 二次方 油拉數的二次方 他告訴我答案是7.38 油拉數就是 油拉數的一次方 你們就可以看到油拉數是多少 油拉數就是 2.718282 好這個數 這個數很有可能就是 大家已經離這個 就是 數學有點遠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數 但 這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 我們之後的課程跟這個數其實關係不大 我只是拿他來當個例子 好接著 SQRT SQRT 這放下來是什麼東西 對10開根號 所以我現在對 SQRT 主要說 4 他應該會回到2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 那SQRT 他是什麼的簡稱呢 SQUARE ROOT 就是SQUARE ROOT SQ就是SQUARE RT就是ROOT 所以基本上 R源的這個函數的命名 基本上 他 大部分都是 我們要做的那件事的簡寫 這樣子 好所以你大概看了就可以 就是看出來 好接下來LOG LOG3 LOG3 他這個我們好像 就是LOG3他回答我 1.09 這個為什麼他回到1.09 是因為 我在 在R裡面我直接對他下LOG 函數的時候 他底數是剛剛那個油拉數 就是2.7XXXX那個數字 為什麼底數不是10勒 這個 這個在 你們上大學以後 在高中的時候 我想 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LOG 如果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他的底數就是10 不過 在上了大學以後 你現在雖然已經研究所啦 不過你大學可能沒有 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上了大學以後 因為微積分的關係 底數為這個 優拉數的 LOG比較好取這個微分 所以說在大學以後 只要沒有寫底數 他的底數通通都是 優拉數 這樣懂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去指定說我要取個特定的底數 我可以在 函數裡面 輸入 兩個以上的參數 用逗點的 格開 這樣知道嗎 後面這個3就是底數的意思 LOG3 然後取3為底 想當然我回答我1 對不對 LOG9 以3為底 他想當然回答我2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收齁 那這邊就是基本的計算機的 就是計算機使用的內容 那這個 有沒有人在這個部分有問題的 不要害羞喔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喔 就是學程式語言 跟學 跟那個 學數學課一樣喔 前面不會不要期望自己後面突然會喔 沒有這種事情 好不好 至少在我們同一個block是不會發生這件事啦 我們剛剛不是有分 1到4克是一個block 5到7克是一個block 然後 89一個block 然後那個 1718一個block 剩下幾個一個block 同一個block裡面是有繼承性的 這樣懂喔 好那我們繼續 這邊應該都相對簡單啦 我們繼續 好 那 現在看起來R已經可以拿來當電子計算機用了 但是電子計算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R沒有 那是什麼勒 就是 電子計算機可以把我 算出來的結果暫存 對不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功能啦 對不對 不然我算一個 算了好久之後 結果這個數我之後還想用 這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在R裡面我要怎麼暫存 我們這個時候再學到一個新的符號就等於 X等於2乘2乘3 等於的意思是我把 右邊運算的結果 等號右邊運算的結果 把它傳到左邊的物件裡面 注意我現在用到的第一個詞叫物件喔 這樣可以喔 那現在X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那當我按下Enter之後 這個X就是右邊運算的結果 也就是12 注意一下喔 我剛剛不是說右邊不用注意嗎 現在右邊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按下Enter之後 大家可以注意是不是 X出現了 所以在右上方的部分 下面比較複雜 下面我們可能要到蠻後面才會講 至少在右上方的部分 他就會告訴我 現在我暫存了多少東西 他叫什麼名字 他存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怎麼把X叫回來 我可以打X Enter 他就會告訴我X是12 或者打Print X Print X 這樣看得出來Print是個函數吧 可以嗎 因為他是 英文加小括號 英文數字 英文數字加小括號這樣也可以喔 好不好 就是 只要看到小括號就知道那是函數 這樣可以喔 好 好那 比較特別的是啦 我們這個 X儲存下來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直接對X進行運算了 覺得說這個X現在12對不對 我直接讓X除以4 就會回到3 所以說這樣他是不是有了電子計算機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 我剛運算到一半的結果 把它存到一個物件裡面做暫存 並且這個暫存之後這個物件可以直接的進行運算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喔 這個我們的課已經上了大概 呃我估計大概10來分鐘吧 10來分鐘我們已經 學會如何使用電子計算機了 這樣子 好那 之後我們就要學的 就要超出電子計算機囉 好不好 大概過不了多久就會超過Excel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 這個 聽起來好像 還沒有很高級嘛對不對 好那是因為這樣子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沒有學到就是 物件裡面一個物件裡面不是只能存一個數啊 他一次可以存很多東西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一次存很多東西是怎麼存喔 來首先 X等於C 1-2-3-4-5 這個C 括號顯然是一個函數 對吧 只是我們現在不知道他的功能是什麼啦 我們剛剛已經很清楚說函數的定義就是 有小畫號 然後並且小畫號前面有文字 好 那 逗點是什麼意思 這個函數的輸入的參數總共5個 用逗點把它隔開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按下Enter之後告訴大家 C這個函數 其實就是 把這幾個東西 把C函數所有的裡面所有加入的東西 把它當作是一個物件 把它合併到一個物件 所以我現在按下X之後 注意一下 現在我右邊的X 是不是改變成12345 總共5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按XEnter 他就告訴我裡面有5個東西12345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注意件事情當我 已經 當我的X可以 一次有5個之後 我可以 我剛不是說物件可以直接拿運算嗎 我可以5個數字一起運算 X的三次方 Enter 182764125 這樣可以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已經比電子計算機高幾點了 因為他一次可以 做多個 就是我可以一次把很多東西存在一起 並且做同樣的運算一起做 這樣可以吧 好 更特別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X等於12345 Y等於67980 如果 問他 Y減X等於多少 他就會1對1的 相對去減 所以答案是什麼勒 答案應該是 55 6 45 對吧 加號呢 乘號呢 64 927 32 50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按下Enter 好 自此為止 自此為止 你應該對阿圓有一些基本認識了 也就是 這個程式語言你有一些基本認識了 從現在開始 我建議大家就是 在這個 使用這個 就是阿圓的時候 當你打下Enter之前 你可以先稍微在腦袋裡面預估一下 你預期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懂意思嗎 為什麼你需要有這個技巧勒 是因為將來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們之後就會 你們今天的練習課後面就會遇到 那種比較困難的程式了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 現在對新手來講 直覺反應就是 我現在叫你做一個 舉例來說叫你做開根號 那你的直覺反應就是 那我要去找開根號的函數是什麼 我找到了SQRT 那這樣我就會做了 對吧 你們現在想法都是這樣 真的很正常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開三次根號 請問一下我要怎麼做 三次根號有點太難好了 四次根號好不好 我要開四次根號我要怎麼做 開根號兩次嘛對不對 可以吧 開根號兩次有很多簡單的做法 就 說SQRT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16好了 那變4嘛對不對 那我 把這個當機input 再SQRT一次 好這樣至少 這樣就是四次根號 對吧 連續兩個 SQRT的結合 就是四次根號 好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 一個有獎真答 好不好 這個 答對的名字就寫上去 學習種恆幾加一分 三次根號怎麼做 蛤 你要回答嗎 OK要講 喔你說這樣是吧 就這樣是嗎 喔 當然不是啊 好不好 還有嗎 還有idea嗎 還沒人有idea 一個 成員成要不要給點建議 沒有idea 花虎再花虎什麼意思 在逗點喔 兩個花虎什麼意思 好啦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放棄了 來我告訴你 欸怎麼了 你有 欸是 這樣子 喔 喔 我知道 來上來寫名字 你答對了 沒有錯 來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考這題嗎 他們 答案是這樣做 知道為什麼要考這題嗎 因為 這一題是新手 常常會 犯的錯誤 也就是 其實齁 你們不是沒有學過三次根號 他的數學是怎麼表達 他其實就是 你寫的好小喔 等一下再寫大一點 謝謝謝謝 那個 你們不是沒有學過三次根號怎麼做 三次根號其實就是 三分之一次方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你怎麼會突然想起來的 突然想到是不是 我上課上到今年第四年 好像你是第一個回答出來的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能夠在新手階段就回答出 這題不容易 因為大部分的新手 就是 大部分的新手 面對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想說 函數在哪裡 那我對那函數不是很熟 我就想辦法try 事實上那都是錯誤的路 這樣知道嗎 事實上你如果去探討他的本質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這樣知道了嗎 只是你可能忘記了啦 但是我現在 提醒你就會想起來 這樣子 好所以說 這樣你就知道寫程式語言 為什麼我剛剛說前面四節課 我不會教你們超過20個函數 但是我會讓你們用這20個以內的函數 Can do anything 這樣子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上課 好那 所以說前面的基本介紹 已經講完了 現在我們要開始講 R語言裡面的基本物件 剛剛我們是不是已經知道 一個物件裡面可以有多個東西 那物件到底有哪些種類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好好介紹 注意件事 物件總共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變數層 然後第二大類是正列層 第三大類是列表層 我們先不看 裡面總共有哪些小類 我們先大致上跟大家講 這三類分別是哪三類 所謂的變數層 就是 一個 連續的 一維的 數值序列 像剛剛的12345 就是一個變數層的 物件 它是一維的 什麼叫一維 在數學上我們叫它向量 一維 我知道我現在講向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簡單講就是它是一個 一個變數 如果你有學過基本統計 它就是 一個 一個資料表進來 升高 這個欄位 就是一個變數層 的物件 這樣可以 好 接下來正列層 正列層就是 二維以上的 標準定義就是二維以上的數組 舉例來說 矩陣 就是二維的數組 它有 Number of rule Number of column 這樣知道嗎 矩陣是二維的數組 那 資料表呢 資料表跟矩陣差別在哪裡 資料表就是你們把那個 假如說你們 在上統計課的時候可能會把Excel 或SPS之類的 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資料表就可以允許 每一個column 它的屬性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矩陣的話 裡面要嘛全部都是數值 要嘛全部都是文字 要嘛全部都是True跟False 可是如果是資料表的話 它可以允許 第一個column 是這個 第一個column 是那個 舉例來說是 這個 是數值 第二個column是文字 類似這個樣子 column是什麼知道嗎 column column中文我不會講 就是 這個方向的 假設這是一個資料表 這個 值的這個方向的 就是column 這樣懂嗎 好不好 好那 最後 那如果那個陣列層還有 三維四維以上的 都叫陣列喔 好不好 就是只要它是有一個維度的 就是 m乘 n乘 k 類似這樣子一直乘上去的 那它就是陣列層 這樣懂嗎 陣列層需要有個特性 就是它每一個 它的那個 形狀一定是一個 就是類似 長方體的這種一直往上漲 二維的就是長方體 三維的就是 二維就是長方形 三維就是長方體 四維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 好不好 就是陣列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最後一個 列表 有一些東西舉例來說 呃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 我沒有辦法合併就是一個長度為 3 的 變數 跟一個長度為5的變數 我又不想把它合在一起 舉例來說我又不想把它直接變成長度為8 因為它一個是數值一個是文字 那這樣子的話我可能就用列表 列表可以去 放置不規則的這個 就是不規則的這個 就是 檔案格式 所以說列表是最自由的 所以基本上學到列表 基本上所有R的物件就已經差不多學會了 我們現在 看到的 我現在列出來的這些 這些列表 這些就是 這些 變數層的 這些物件 總共佔了大概常用的95% 基本上會這些就夠了 剩下都是 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這節課 原則上 只介紹變數層 我們在下節課的時候會介紹到真列層 並且到第五節課的時候會 介紹到列表層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學這個部分 剛剛的那些 摘要的 Introduction 就是你就是參考就好了 因為我們有錄影嘛 對不對 回家 如果你暫時記不起來 回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變數層 總共有分 邏輯向量 整數向量 注意向量是什麼 向量就是 一維的數 一維的數組就要向量 好不好 一維的矩陣 或你說一維的矩陣 就要向量 OK 邏輯向量代表裡面通都是True跟False 整數向量 代表裡面通都是整數 因子向量 代表裡面通都是 代表裡面是一個類別變相 因子我們通常就叫做類別變相 等一下因子會有很多很神奇的用法 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講 好不好 接著 數字向量 數字向量 包含了所有整個十數域的 數字 十數域就是 包括π 包括根號2之類的 我們都叫他 都可以表達成十數 整個十數域的 數字都是 都可以 表達在數值向量裡面 R裡面可不可以運算虛數 根號-1 可以 但是 基本上 除非你是數學系的 不然你應該用不到 其實是統計系的 也用不到 好 那最後還有文字向量 就是裡面放的都是文字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來產生一下 產生一下這個東西吧 首先 我們現在要開始介紹 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我們學到的函數 是c 對不對 c是我們第一個學到的函數 我們現在開始學第二個跟第三個囉 第二個函數是 sxxx 這個xxx是填什麼勒 as logical as integer as factor as numeric 這樣懂意思了嗎 sxx就是 強迫他 強迫當前的物件轉換成某一個屬性 強迫把整數轉換成數字 或強迫把數字轉換成整數 類似這樣子 接下來 還有函數叫class class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我 當前這個物件的屬性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已經教三個 函數了喔 不是很多 真的不是很多 你一定學得起來 已經教三個囉 好不好 應該不會覺得很難嘛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 A等於 True Force True Force class A 請問一下 按照你的預測 你有沒有辦法 想像到 現在我打class 他會出現什麼 他應該回到logical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A顯然 裡面只有True跟False 是個邏輯值 對吧 所以他會回到logical 這樣可以吧 好 基本上你們 不一定要回答 但是就是 你們可以試著稍微想一下 我現在按Enter之後會出現什麼 好不好 再來 B等於12345 class B 請問一下 會出現什麼 你可能會覺得會出現Integer對不對 可是 他會不會告訴我是Numeric 整數可不可以是數字 好像也可以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也不是很確定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按Enter 我按Enter之後 R就會告訴我 基本上現在這個步驟 也不太需要背 基本上我們 寫程式語言 不太需要背 你忘記了就問他 你問他 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了對不對 問完之後 是Numeric 原來 整數 雖然我打整數 但是他預設還是Numeric 為什麼呢 因為Numeric比較自由 這樣懂意思嗎 那 Numeric比較自由 那我可不可以再把他換成整數 可以啊 B1等於 asIntegb 這一行什麼意思 我把 B這個物件當作input 強迫他變成整數 並且把結果傳給 B1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現在問B1是什麼 他的答案就是 Integer 好 注意一件事喔 我現在光看B1 跟B 這兩個有任何差別嗎 幾乎沒有 在print出來的時候幾乎沒有 這是我們看起來沒有差別 事實上那個 Numeric B的那裡 他應該是 1.0000 類似這樣子 的表達方式 這樣知道嗎 好 這個 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好我們繼續 C 等於 0.7 負0.9 1.2 負 負 負2.1 3.7 好我現在 asIntegg 這個顯然是一個數值嘛 對不對 可以吧這顯然是個數值 我對數值強迫他轉的整數 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四捨五入吧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問問看 是不是四捨五入 好答案看起來不像是四捨五入 他只是單純的把小數點後面就直接刪掉 注意一下 這邊是0 這邊是0 0 1 負2 3 這樣可以吧 這不是四捨五入 這樣可以吧 OK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現在大概對這個 物件的轉換有一些小小的經驗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D等於 ABCD ABCCB 我問他class 注意一下我現在這裡有雙引號喔 雙引號代表雙引號裡面的是文字 雙引號裡面是文字 不然他以為我在叫A物件啊 雙引號裡面是文字 所以你問他classD 想當然他會回答你什麼 文字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S Factor 我對這個東西 S Factor 會產生什麼東西咧 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就變成因子了嘛對不對 我們還需要class他嗎 class D1 你沒什麼意義啊 因為就是因子 這樣可以吧 那 他跟 他跟D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比較一下好了 D 你在 呈現出D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有雙引號 把自己的東西把它 這個 描述出來 所以代表我知道他是文字 那因子呢 因子似乎 不知道他是文字的 並且因子有個非常重要的屬性 叫Levels 告訴我總共有哪些類別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對於 某一些變相 覺得說性別之類的 我對他做S Factor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 他有幾個Level 這樣知道嗎 好 繼續 那現在我再做一個有趣的事情 如果強迫 C跟D結合在一起 C是什麼咧 C現在是 一個 數值對吧 C是一個數值 D呢 D是什麼 D是文字 所以我把 C跟D 合在一起 變成1 你們覺得1是什麼 他們倆看起來不能合併對不對 可是如果 直接這樣按了 你們覺得D是什麼咧 我想應該 文字比較合理吧 因為整數可以變文字 或數值可以變文字 可是請問一下A你要給他哪個數字 你可能會不知道 這樣知道吧 所以他變成文字了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如果我們把C1跟D1合在一起了 C1是什麼 C1是 整數 對吧 D1是什麼 Factor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獲勝 我不知道你們心裡面想什麼 沒關係 答案是 整數獲勝了 為什麼勒 Levels怎麼不見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 原來 Factor裡面存東西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是存A B C C B 他是先去儲存說我的Levels的那個對照表 第1個是什麼 第2個是什麼 第3個是什麼 第4個是什麼 依此類推下去 那這樣子他在裡面其實儲存的是一種整數的格式 而且並沒有0跟負數 為什麼 因為只有第1類第2類第3類這樣開始數 所以其實 S Factor 他其實是有點像自然數的感覺 他只包含自然數的部分 自然數就是1開頭 到無限大 所以整數的範圍比他大 所以以整數為主 好 注意一下 A B C C B 所以是12332 這樣可以吧 看到這裡嗎12332 所以他被正確無無的轉成整數 這樣可以 好 我們再來教第4個函數跟第5個函數 你可能會覺得怎麼20個馬上就要教完了 等一下就幾乎在 會教的函數會越來越少這樣子 好 來首先 我們的D1 他顯然是一個因子嘛對不對 注意因子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有Levels對吧 他有這個對照表 我要怎麼把這個對照表叫出來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Level Levels D1 他就會幫我把A B C給叫出來 這樣可以嗎 我們再告訴你一個 新的這個函數 叫做Lens Lens是什麼東西呢 Lens可以告訴我這個物件的長度 D1的長度多少 5 這樣可以嗎 D1的長度是5喔 好那有趣的事情來了 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 變相的 類別數總共有幾個 那我是不是可以 先用Levels 產生出A B C之後 再對他取Lens 這樣懂嗎 這就是函數的組合 好我已經學到第5個囉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函數的組合 可以幫我們組合出千變萬化的 這個程式 這樣知道了嗎 就好像剛剛你們用兩個SQRT 把四分就是把四次根號給解出來一樣 雖然並不是很優美的解法這樣子 好那 我們現在來 繼續再來熟悉一個東西叫 所影函數 所影函數是什麼勒 呃我們現在是 67980對不對 67980是我們的Y 我們現在如果只想看第1個數要怎麼找勒 我們就用Y 主影所影韓號是以中跨號 為媒介 中跨號喔 好不好中跨號裡面打1 他出來就是6 這樣可以嗎 中跨號裡面打5 他出來了應該就是10吧 可以嗎 可以接受喔好繼續 中跨號裡面可不可以打兩個數 可以 但是 你需要用C把它先合併起來再放進去 為什麼不能直接打 35勒 原因是因為 這種格式 被陣列拿去用了 因為陣列有很多圍 他想說第幾圍的拿 第幾raw第幾column 所以這種方式被陣列拿去用了 所以你要在 像那個變數層裡面 你想要使用兩個 你要叫出兩個以上的這個東西 你需要用 C這個函數把這兩個 或者多個東西 黏在一起 再輸入給他 他就會回答你9跟10 第三個是9 第五個是10 這樣可以吧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個事情 Y顯然沒有第六個嘛 對不對 那我們問他Y6是什麼 看他怎麼回答好了 他回到NA找不到 很正常嘛 因為 真的沒有第六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比較 索引函數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可以利用索引函數 把右邊的運算結果 垂傳到左邊的 指定索引函數的位置 舉例來說 Y現在只有五個數 我現在指定 3乘5也就是15 把它丟到Y的第七個數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 Y變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到 還是沒有第六個數 因為我沒有指定嘛 對不對 可是第七個數已經被我換成15了 這樣可以吧 注意一下 這個 如果原先已經有內容了 R可以拿來覆蓋 假如第三個數本來是9嘛 我想把它改成-1 67 -1 80 NA15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小技巧喔 好不好 那我可以把3跟6再分別填上數字 這什麼意思勒 我可以用 第一個索引函數加上第二個索引函數 然後把它轉成第三個索引函數 所以 就算你的 就算你的Y 已經有東西了 你一樣可以 利用索引函數在右邊 也利用索引函數在左邊 這樣知道了嗎 並且把東西填進去 我們這樣Enter之後 按Y DRAFT IN 第三個數就前面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就前面兩個數相乘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簡單的部分 到此結束了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要做練習題 這個第一題這個練習題 還屬於比較簡單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希望你們 你們 記不記得自己的學號 不記得也無所謂 不記得就用2好了 不記得就用2 請你 使用 請你給我一個整數向量 舉例來說1 3好了 我需要你用索引函數 把它寫成 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四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乘 第五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乘 第七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一直寫到第七位 注意要用索引函數來做喔 這一題如果你直接給我這樣打 那就是 那答案就是錯的 就要x等於 好不好 1 1 就要2 然後相乘 2 相加4 相乘8 12 你這樣打那就錯的啦 好不好 不可以這樣子 那這樣 要電腦就沒有意義了嘛 在開始做之前 給大家看一下RStudio這個介面 RStudio介面的左上角 有一個這個 白色的東西 有加號的東西 請點擊下 加一個Rscript 你可以把語法打在這裡 舉來說 X等於 C E3 開始 以此 開始 繼續往下 把我剛剛的任務完成 好不好 那我們先把螢幕還給你喔 好我想這一題 對大家來講 大部分人來講 還是比較簡單的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標準的答案是什麼 並且 我們要怎麼 Base on 它 就是再更advance一點 我看到大部分人啦 除非是 剛剛上課前還沒有裝好的 不然的話大家都做出這樣的答案啦 就是x3 第三個數碼 等於x的第二個數 加上x的 第一個數 然後並且x的 第四個數 等於x的 第三個數 加上x的 第二個數 诶 成啦 第二個是成嘛 對不對 诶 這樣不見了 好 成 好依此類推 我這樣可以複製下來嘛 對不對 好我懶得複製啦 好不好 就是這樣下去 可是啊 剛剛 大部分同學 恩 我 稍微有一點點小小意外 怎麼沒有人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再簡化一點 就是現在我這樣複製一行 我總共要改四個部分嘛 對不對 我現在這樣複製一行過來 五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什麼簡化一點的手段啊 好 我看 應該 剛剛 練習的時候沒有想出來就是沒有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不是說R可以暫存東西嗎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暫存一個i等於1 那我把 這一行改成 i加2 這樣可以吧 那我這裡改是不是i加1 這裡是不是改成i 這樣可以吧 這樣拉出來之後有什麼好處勒來 這一行我們直接再複製一次 這邊改2 這邊是不是就通都不用改了 這樣可以嗎 然後並且這裡改成成成對吧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只要這樣複製下來就好了 我先把這個 i等於12 3 4 5 注意一下我要怎麼執行上面的語法 全部把它highlight起來以後 按RUN 好我現在看X 是不是標準答案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好不好 這就是 剛剛要你們做基本的訓練 其實就是希望你們了解所影函數而已 這是一個比較進階的變形應用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在教回圈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一定要把東西看成這個樣子 這樣懂了嗎 要把共用的部分會變動的部分抽出來 不會變動的留在裡面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繼續 好那接下來 我們要學習條件判斷式 也就是在R裡面我們想要開始學習 就是判斷說 就是 什麼事件是真的什麼事件是假的 假設說我問他 1小於2 R一定會回答 R會回答我true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我如果問他 2等於等於1加1 這是什麼意思 1加1在右邊 等於等於是什麼勒 等於等於就是問左邊 是不是等於右邊 為什麼不用等於 因為等於被用掉了 等於是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所以我如果用等於的話 R就會覺得 我要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可是好像行不通啊 對不對 左邊又不是物件 好這樣懂了吧 所以我需要用等於等於 如果我要問 左邊是不是等於右邊的時候 我要等於等於這個符號 不等於怎麼打勒 不等於要用這個符號 驚嘆號等於就是不等於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不等於喔 我問2等於等於 2是不是不等於1加1 他就會回到FALSE 沒有 他4等於1加1 這樣可以吧 除了數字以外 文字也可以比大小喔 大家覺得 這個 Z跟B誰比較大 當然是Z啊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上這裡的時候 通常我不是這樣問的啦 就是前面 只是我後來覺得有點無聊 只是我會說 大家覺得上這裡的捷克 是 有沒有Z大於B這樣子 好 有 好 是 我覺得還蠻冷的 好繼續 這個 注意一件事啊 一整個 向量 你們知道為什麼會冷嗎 因為Z課最開始上的時候 是4年前嘛 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馬英九指證 那時候 比較流行那句話這樣 現在已經不太流行了 好 這個 一整個向量 可以一起做 這個 True跟Force的運算 所以來給大家看一下 X等於12345 問他是不是小於等於4 他就回答了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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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ce 問他是不是大於2 ForceForceTrueTrueTrue 這樣可以嗎 瞭解吧 這不是很難理解嘛 因為 向量本來就很神奇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還可以用and 這是交集 這是連集 用這兩個符號 把條件弄得更複雜 覺得來說 我可以問 這是什麼意思 X小於等於4 而且大於2 所以這一行 跑出來的結果 答案會是什麼呢 應該是 ForceForceTrueTrueForce 這兩個數字比2小 這兩個數字大於2 並且小於等於4 對吧 34 OK 連集 大於4 或者小於等於-2 所以 跟剛剛完全相反 TrueTrueForceForceTrue 這樣可以吧 注意 他可以用這個 就是 可以這樣用喔 好 有趣的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 函數if 讓 if裡面的東西 如果是True的話 就執行某一個指令 這個執行某一個指令 要用什麼符號去做咧 注意一下 if 小括號 小括號裡面的 東西是一個條件判斷式 這個條件判斷式 理應回答True或Force 如果不是就會Error 小括號後面會接一個大括號 這個大括號 是意思說 如果這邊回答True 我就執行 大括號裡面的指令 所以 小括號是什麼 函數 中括號是索引 大括號是 執行裡面的語法 這樣知道嗎 除了iflame以外 剩下的還有回圈 等一下也會用它 好 所以 Z Z If Z 大於B 那這個X就等於2 Else Else就是說如果這裡是False 那X就等於5 If Li大於B 那 Y就等於3 Else Y就等於4 所以問XXXY 答案 就是8 為什麼 因為2乘4 這個 中文數字 中文字為什麼這樣排 這個 跟它的encoding有關係 現在你不知道什麼叫encoding 下一節課讀檔的時候 你們就會發現一堆人出這個問題 這樣子 好 有沒有人手上 有沒有人是用Mac的 有沒有人筆電帶Mac來的 有嗎 你稍微 打一下 我們剛剛的指令 就這一行 你來試一下 答案是不是跟我們不一樣 是的話就代表Mac特別難搞 這樣子 好 一定是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Mac的encoding 跟Windows不一樣 好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有人跟Windows打出來 答案也 跟我的不一樣 我上了 現在 之前上了三連課 只遇到一個人 因為他的筆電是那個時候在 他去歐洲的時候 在羅馬看 覺得很便宜 就把他買下來了 所以他的Windows Windows在每個國家買 他的那個裡面的結構都不太一樣 這樣子 好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好 那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一整個項量 可以一起用條件判斷式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if 打這個一整括號的結果 把它做一些運算 答案是不行 因為if小括號裡面 只能夠包含一個true或false的值 所以沒有辦法用向量來做 但是 很幸運的是 我們可以用 索引函數裡面 可以放一大串true跟false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索引函數裡面 可以放true跟false 我們來看一下 這件 這一行什麼意思 x等於12345 x 然後他要做一個索引 對不對 這個索引是說 x小於等於4 和大於2的 我就要把它取代成-1 對吧 -1把它蓋過去 所以我現在和x 就是 你會發現 中間這兩個數字 3跟4是不是滿足條件 他就被我蓋成-1了 所以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就是 我可以利用索引函數 來 替換掉 欸 索引函數加上 true跟false的 結合 我可以直接替換掉一些東西 或是產生新東西 這樣懂嗎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更複雜的事情 我想要把一整個向量的內容都做完 這樣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到回圈 必須一個一個做 這樣知道嗎 我們剛剛只能夠篩選出某些條件 對不對 而且東西一個一個嘛 首先 我們先教大家 費波納奇數列 費波納奇數列 我想 知道的人應該不多啦 我想有人知道 但是知道的人應該不多 所以費波納奇數列 就是開頭的前兩個數字是1跟1 之後 第三個數字就是前兩個數字相加 第四個數也是前兩個數字相加 第五個數字也是前兩個數字相加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這怎麼做咧 我們先來看結果 複字貼上 就會有答案 欸 是不是每一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的核 對吧 好 可是這樣子貼太快了 我們看不懂 所以我們來幫這一行翻譯一下吧 好不好 來這一行翻譯 怎麼翻譯咧 來 首先 x等於11開始嘛 對不對 index 這個是說 我們總共要經過 從哪裡到哪裡的步數 我們現在從哪裡到哪裡呢 從3到20 從3到20 這代表什麼意思咧 這一串 我現在把這一串貼在這裡 這一串代表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4小塊號 4小塊號裡面是講是說 有一個物件 我必須跟著這個東西跑 這個序列跑 這個序列是3到20對吧 所以 它在最開始的時候是3 接下來變4 接下來是5 接下來是6 3的時候 這裡面執行次 大塊號裡面的東西執行次 4的時候大塊號裡的東西執行次 5的時候大塊號裡面的東西執行次 一直到20的時候 大塊號裡面的東西執行次 所以 這一行 相當於什麼咧 相當於是 i等於3 x 然後 剛剛那一行 剛剛這裡直接貼就可以了 這樣懂意思嗎 並且3之後會變4嘛 對不對 4 所以 這是不是 回圈 剛剛為什麼教你們寫那個 鎖引函數的那個序列 就是為了你要能夠知道 你要看得出來 那個東西跟回圈的觀點性 這樣知道嗎 透過剛剛的練習 你應該會用鎖引函數 來編寫 這個 就是來編寫那個流程 並且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 把 共同的 把變動的數抽出來 共同的部分留著 變成回圈的格式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這一頁 它就在講說 i等於3的時候 它執行這一行 i等於4的時候 再執行這一行 最後執行到 i等於20 再執行這一行 因此 r總共將 x這物件擴充了18次 長度為20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你們可能要 稍微再看久一點 回圈是 我們在 回圈是我們的第一個門檻 我們再來看一次回圈 再仔細看一下 回圈的結構是 4 小括號 大括號 小括號裡面 這個i 就是變數名稱 這個i 可不可以桿a 可以 但這邊桿a會動的時候 這裡就要桿a 這樣懂意思了嗎 原則上我們喜歡用i來代替 除非i已經被用掉了 i被用掉之後可能用j m k之類的東西 好 in in 就是從 in就是告訴他 前面的我要follow後面的順序去做 後面的順序 indexes indexes 是3到20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就3做一次4做一次 一直做到20 這樣懂嗎 然後執行大括號裡面的語法 大括號裡面的語法 可以不只一行 可以超過一行喔 好不好 只要他被大括號跨起來 就是裡面的都做 有了這個idea以後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 回圈的變數裡面的東西 不見得必須是數字 舉例來說 在word我們會做合併列印 對不對 合併列印就是 舉例說我要記信的時候 我手上有 或者我要打分數的時候 舉例說我現在這樣子 我手上有一個 文字項量 描述student人民 並且我有一算 數值項量 描述student的分數 我就可以利用 迴圈 例如小華的考試痕跡為100分 小明80分 小王70分 類似這樣子 cat這個函數 先不用記 這個函數不算在20個函數裡面 因為他不重要好不好 我們到目前為止就學5個而已 根本就沒有學太多對不對 cat這個函數 就是把這些東西 黏在一起 就是把這些文字黏在一起 並且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子 這就是cat這個函數的用法 好 好像練習題要來了 好 這一題練習題 跟各位 講一下 有難度 有難度 好不好 我根本保證 你們會的東西就是那些 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而且我在做的時候 我會用 我已經教過的東西 你們今天根本沒有學過多少東西 對不對 我會用你們已經學過的東西 demo三種解法 在這題上面 你們只要隨便寫出一種就可以了 你們不用把三種都寫出來 好不好 可以嗎 他的 這個 標準的這個 鎖影式 就長成這個樣子 重點是 重點是 首先你要先把共通的部分挑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共通的部分是不是 看起來這個 每次都加1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利用剛剛的方法 把i給他拉出來 對不對 接下來 加號跟乘號 會變換 對吧 加號跟乘號會變換 所以我在回圈裡面 我需要判斷 他當下應該要用加號還是用乘號 對不對 這是一個 知道吧 好 所以說 我們就開始做吧 好不好 這一題 我們現在46分 對不對 這一題我們先給大家15分鐘再說 好不好 開始 好 就是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半的解 一半的解是這個樣子 首先 大家要把這個東西弄成回圈的話 鐵定就是要有 剛剛的技術 對不對 i等於 3 那我這邊是不是可以i 然後i-2 i-1 這樣吧 對吧 是吧 然後以此類推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 我把下面都刪掉囉 4 然後這裡是成嘛 對不對 好 那那個 欸 剛剛那個 我說 你快解出來 教你想想那個同學 不要被我干擾 等一下 我現在 弄出來這個模板跟你無關 那是第一種跟第二種解法的模板 好 基本上你寫到這裡為止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 欸我回去要怎麼寫 就是 重複了在這裡嘛 所以4 i-in 我這邊先把index寫出來好了 index 等於3到10好了 我就做10代 做10個就好了 index sys 好然後大括號 裡面 這兩個嘛對不對 好 比較 這兩個 唯一的差別在哪裡 有時候要用加號有時候要用乘號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做一個 if if 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就要用這個 else 我就要用這一行 所以 其實 這一題的關鍵 當你會寫回圈了以後 關鍵值在這裡 你要怎麼判斷基偶數 對吧 i 你要怎麼判斷 i是基數 i 是基數 對吧 如果 如果 i是基數 那我就執行這個 else 我就執行這個 好繼續好不好 再想一下 再給大家 5分鐘的時間 想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i是基數 要怎麼 要怎麼去決定 好不好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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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人 第一個直覺反應 就是想到 他除以0.5 是不是整數 這是 他除以2 是不是整數 對吧 這是大部分的人 第一個直覺反應 好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假設令 我通常要做測試的時候 我會寫在下面 就要i i等於3的時候 我會i除以2 那顯然不是整數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確定 他是不是整數 是不是有一個函數 總共就5個函數啊 是不是有個函數要class 是吧 有個函數要class 1 wrong 他告訴我是numeric 太好了 那i等於4勒 也是numeric 為什麼 因為 其實 整數也會數值啊 所以 阿語言很聰明啊 他就會回答數值絕對不會錯 所以你不能用這種方法 那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利用的 總共就5個函數嘛 還有什麼可以用 整數 整數 什麼整數 他除以1 我現在不就在幹這件事情嗎 你意思是說什麼 好 我們再講一下 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函數 他說s integer 對吧 s integer 這個函數會怎麼樣 如果i等於3的時候 他會幹什麼事情 他會 強迫他捨去一些東西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問 他除以2 i除以2 是不是等於 i除以2 然後強迫捨去一些東西 來 我們現在來看 i等於3的時候 他回答了什麼 他回答了force i等於4的時候 他就回答了true了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可以寫不等於 這樣是不是就修正過來了 好 所以這是第一種解法 這是第一種解法 這樣知道了嗎 這是第一種解法 也就是 i除以2 本身 是不是不等於 i除以2 然後我把它s integer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的奇數 他會被強迫捨去一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就不相等了 如果他偶數 他們兩個就相等 對吧 這是第一種解法 那個 有人上課前就已經會了 好不好 來 第二種解法 第二種解法 是 如果 第二種解法 應該是 第二種解法 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第二種解法我覺得比較優美 我把它放著 好我們先講 那個我剛剛講第三種解法 有個同學快做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在觀察這個循環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雖然他每一行不是循環 可是他每兩行是一個循環啊 既然他每兩行是一個循環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每兩行為一個單位來做啊 欸 你很容易就可以想到這樣子啊 來來來來 我來幫你想一下 我把i等於 就要i等於3好了 i等於3 那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i 這裡是不是可以改i-2 這裡是不是可以改i-1 這裡是不是改i-1 這裡是不是改i-1 這裡是不是i-1 i這樣可以吧 欸 那這樣子以這個為循環的話 那下一行的話我要做什麼 這樣下一行的話 有一點小小的缺點啦 下一行要變5 為什麼 因為3-4-5嘛對不對 所以這樣跳兩格 這個我們不太會做 目前不會嘛 我們現在只會那個 連續速列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 再稍微進階一點 我們還可以怎麼換呢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1 然後這邊改2 然後我們這邊本來是3嘛對不對 我先把本來的數字貼上來 這樣比較有感覺 如果我們要連續速列 這個3等於什麼 你可以把它寫成 2乘以i 加1 然後把這裡改成 2乘以i -1 這裡呢 2乘以i 這裡呢 2乘以i 加2 2乘以i 2乘以i 加1 好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循環了 這邊是多少 5嘛 可以嗎 所以說 我其實可以把它變成 以兩個為單位來循環 對不對 所有的復迴圈可以怎麼寫 y 等於 一樣 那index呢 index我們從1到 1到5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一次做兩行嘛 比較快 for i in index 一次做兩行 這樣一樣會有答案喔 來runrun 看歪 好是不是 一樣 是正確答案 這樣可以了嗎 這個解法也蠻漂亮的嘛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一個更 更屌點的解法 就是 這個解法還是要用函數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不用函數 我們現在就只學5個了 我們又不用 有沒有辦法不用又可以判斷基偶數 蛤有人說什麼 四方 我聽到關鍵字了喔 誰說的 剛剛不是有人說四方嗎 幹嘛 幹嘛突然就沉默了 好來 各位想一下 負1的 負1的 奇數次方是什麼 是負1對吧 負1的偶數次方呢 是正1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可以寫成 負1 括號 的i次方 是不是等於負1 如果是的話它就是奇數碼 把它寫上來 好 答案再看一次 一模一樣這樣可以吧 負1的i次方 好剛剛有一些同學 還有一些 我在把第四個解法 不過第四個解法那個我沒教過 余數 余數的符號是這個樣子 3 %%2 它就會回到1 4 %%2它就會回到0 所以你還可以用這個方法 第四種解法 可是因為%%我沒教過 所以不可能用這個入解 這樣知道嗎 i %%2 是不是等於1 這樣可以吧 再run一次 這樣看一次Y 答案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了嗎 我設計這一題的目的是什麼 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同一題 其實解法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是在有限的工具之下 有限的工具之下 你都還有那麼多種解法 事實上 如果你學到第四課 我們再把一些工具補齊的話 這個題目至少還有三四種解法 這樣懂意思了嗎 好 所以其實 就是這一題我們學到的是什麼 首先我們要把我們的問題 Focus到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要會寫回圈 要抽取關鍵 重複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我要會判斷基友 你要先把問題拆成這兩個部分 然後分別去解開它 對不對 並且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 這樣懂意思了嗎 等到到了第四課之後 你們應該就有這種自信了 即使你會的函數不到20個 你還是什麼東西都做得到 這樣知道嗎 好 來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 我們後面還有一小節 這一小節比較簡單 這一小節是教你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是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我剛剛要做費波納奇數列 舉例來說我每次 我想要指定不同的起始值 舉例來說我剛剛費波納奇數列 是1跟1起始 並且我要產生20個數字 如果 我想要把它弄成一個函數 就是我們現在初學者 不是都是去用別人已經寫好的函數嗎 但是大家很清楚一件事 別人寫好的函數 也是弄出來的 也是有人寫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自己寫函數 這樣你就知道說 阿源 他的核心是什麼 他核心其實就是 陳思雲的核心其實就是背後的數學 舉例來說 SQRT 實際上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唉唷 這怎麼搞的 等一下喔 好我們繼續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整合成一個函數 函數的格式是什麼呢 來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先寫一串東西 因為我未來想要把這個 兩個起始值把它拉出來 所以我現在先另一個A跟一個B 這兩星的物件對不對 然後把X等於A跟B 把它合在一起 後面的部分就是標準的費波納奇數列對吧 我這樣全部執行的話 我就會得到2跟4開頭的費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嗎 那我要怎麼用函數把它打包起來呢 看一下這個格式 貝波納奇 等於Function Function就是一個新的 就是自訂函數用的這個函數 Function跨號A跟B A跟B是我要輸入的 然後接著我就把這一大串 全部複製到函數裡面喔 一個字都沒有改喔 這樣可以吧 我只是把A跟B的這個部分放到這裡 這樣知道嗎 好注意喔 我現在先清空一下右邊 為什麼現在右邊有點太亂了 我把這個R裡面的東西清空 我現在按RUN 現在這裡是不是產生一個Fibonacci Fibonacci 這個就是我自己定義的函數喔 我自己定義的函數 我問他1 1 這就是1開頭的費波納奇數列對不對 標準費波納奇數列 1.5開頭 就1.5開頭的費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吧 只是現在長度都會20 好那 我已經寫成這樣了 你會把它改成長度再讓我指定嗎 也不會很難嗎 對不對 我這邊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K好不好 那我把這20改成K 再按RUN一次 現在我的費波納奇 是不是一次可以輸入三個參數 1.5 10 還有只給我10個 長度為10 1.5 20 長度就會20 1.5 50 這樣可以吧 不會太難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 好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加了一個叫LENSE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跟剛剛K是一模一樣的 好 比較特別的是一件事情 這個LENSE顯然要大於3 如果它小於3的話 實際上我應該是不能用的 對不對 小於3會出BUG 所以說 我必須讓有人 寫出小於3的時候 我必須警告他 LENSE必須大於3 這樣懂意思嗎 你可以用 if LENSE小於3的話 你就CAT一段話跟大家講 else我才執行下面這串話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的費波納奇 如果 天啊天啊 我剛剛又按到了什麼 如果我現在 請他24開頭 2 他就會告訴我LENSE必須大於3 3的話他就會回答我了 這樣知道了吧 5的時候他還會回答我 我現在告訴他2的話 他就會告訴我 必須大於3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防錯機制 好 基本上 欸 這節課最後非常簡單了 你剛剛已經學會 怎麼樣做練習2了嘛 對不對 有四種做法 現在希望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沒有做出來 所以希望你再做一次 至少根據我剛剛給你的印象 對不對 請你稍微做一下 有四種解法 對不對 請你把它做出來 並且把它打包成像剛剛那樣的函數 也就是你要產生一個NDNC序列 有叫NDNC序列 好 可以指定任意兩個起始值 選擇長度 長度小於3 給出整告 給出緊告 這樣可以吧 好 第四個那沒有那麼重要 如果不是整數的話 先把它強迫變成整數 再執行 好不好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基本上做出來 這一題蠻簡單的 做出來就可以走了 這樣子 我們今天上到的課程 就是計算功能 這個加點層除 然後有一些記憶啊 這些把它存成物件 復回圈 自訂函數 基本上就在講這些東西 好不好 還有最重要的索引函數 我們到目前為止只學到五個函數 哪五個 C Class C就是把東西合在一起 Class SXX Length Win長度 還有Level 對不對 總共就五個函數 之後也不會 之後頂多再多一點點而已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練習一下這題 練習結束 我們就下課好不好 來 先給大家練習 好 來公佈一下答案 呃 基本上 我們套 我們套著剛剛的思路 我們就用這個改就好了 我們先回到剛剛那裡好了 就是 剛剛我們把那個Y這裡寫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有哪些地方要改 首先 第一個A 是不是要改 A等於1好了 B等於 1.4 然後這個Length 他等於10 對吧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邊取代掉 然後這裡是A 這裡是B 對吧 這個是我們剛剛做出來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上面三個是不是可以在函數外面 下面才要在函數裡面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寫一個 NDNZ 等於Function 他Input的參數有什麼勒 A B Length 對吧 可以吧 然後大括號 把裡面都放進來 喔 少了一個東西 他要把Yprint出去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到此為止 我們來產生一個東西叫NDNZ數列 NDNZ 1 1.5 10 他是不是就給了我NDNZ數列 這樣可以吧 OK齁 那 但是這樣子其實 並不是很夠啦 首先我剛剛要求不止這些 我剛剛要求還有 如果小於3 Length小於3 我要做警告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寫IF 不然的話我現在 真的給他打一個小於3的 覺得他說2 他就Arrow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一附 Length 小於3 然後CAT Length 必須 Must Must Over Length 3 Else Length 我才執行嘛 這樣可以吧 Must Be Over Length 少一個B 好 再做一次 這個時候我打 NDNZ2 他就會告訴我 這件事情 如果我打3 他就會做了 然後並且 Length還必須是個整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我可以再把Length S 這樣他是不是就強迫變成整數了 好 至此為止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了 這樣子我這個函數就非常強壯 無路而輸入什麼都可以 這樣可以吧 好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不好 還有沒有問題的 趕快問一下喔 好不好 好好 那就這樣子囉 那我們就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